法国是一个税收非常高的国家 在这样的国度怎么样才能够利用最好的投资方法 少交税 然后呢获得比较不错的投资收益呢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贝拉股票储蓄计划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斑斑 想跟你去看更广阔世界的小怪兽 之前呢有小伙伴在我的视频底下有留言 然后问我在贝拉和贝拉股票储蓄计划和普通股票账户 这两个账户中间应该怎么选呢 我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首先我想大家要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贝拉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用贝拉 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贝拉 贝拉的全称呢是Le Plan de Barnet en Action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股票储蓄计划 它是法国法律中间规定的一种证券账户形式 可以帮助法国居民呢 获得一些税收优惠在他投资的过程中 这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多数的视频前的你 如果你在法国居住 并且有银行账户的话呢 建议大家开一个贝拉 但是在开户之前你一定还要了解它更多一些 贝拉账户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要把钱放在里面存五年 就是你开了这个账户一直到你取钱之前呢 一定要是五年以上 为什么呢 要不然的话你要面临着比较高的一个税收 就是说你还是要交税 如果你要在两年以内要把这个钱取出来的话 你最高要交40%的税 如果你在两年到五年之间呢 大概是30多左右 所以说建议大家 如果是你要做长期投资的话 就开贝拉账户 然后呢 还有一种账户 就是普通的股票账户 我们也叫做用法语说 叫做GONTDIT 这种账户呢 也是人人都可以开 通过股票账户呢 你就可以买欧洲的股票 美国的股票 然后呢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 我接下来可能会出一系列的视频 告诉大家如何在网上买股票 卖股票 这样来操作 如果你要开一个贝拉账户的话呢 你的税收是可以在五年之后得到减免 但是这个股票账户呢 如果你在里面获得了收益 你的30%都是要用来交税的 贝拉呢 是针对长期投资者来说的 股票账户呢 是针对于短期投资 那么你作为一个完美的投资者的话呢 你可以既有贝拉 也可以用这个股票账户 反正这两个账户 都是互相不干扰的 股票账户呢 其实之前我有一个视频有说到 就是Bursama 怎么样在上面炒股 其实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开一个Bursama的账户 然后呢 在上面开一个GONTDIT 就这么简单可以去做 然后贝拉你可以随便找一家银行 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有一家银行了 所有人都有银行卡 对不对 你在银行里面就可以开贝拉 管理上呢也是非常方便 大多数银行都有自己的贝拉的 那个网上界面 你们可以进去自己操作 贝拉还有一个小点要注意的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屁民来说 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 就贝拉呢 最高的金额是15万欧元 那么你存高于15万欧元 就不能再在贝拉里面投资了 你就只能在GONTDIT里面投资了 不过我们这种小屁民 15万欧还是挺多的 我最近在研究的好几个股票指数基金呢 都是可以通过贝拉账户购买的 后期我也会给大家一一介绍 所以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就是如果在你有这个条件的情况下 尽量建议大家早点开这个贝拉账户 越早开户越早存钱越好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银行问一问 就是有时候银行会有一些优惠活动 开这个贝拉账户和以及转账进去 都是免手续费的 大家可以咨询一下 这样子呢可以帮助大家获得更好的投资收益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斑斑下期见拜拜